杨翠花琢磨着 她闺女大难不死 难不成 真的去了地底下走了一遭 怪不得闺女中午 会把糖水鸡蛋 让给那两个小崽子吃 见杨翠花表情凝重 许念念试探心地问了一句 妈 你看我们以后 是不是该对弟弟好一点啊 哎呀念念别怕 就是下十八层地狱 也有妈给你挡着 谁要是敢欺负我闺女 就是死了 老娘也要下去 叫她个天翻地覆 许念念顿是觉得天雷滚滚 这老太太 咋就不知道变通呢 这到底还是不是亲妈呀 咋对自个亲儿子那么狠心呢 要不是许志强 和自己有几分相 许念念还真怀疑 三个弟弟不是杨翠花生的 妈 咱们对弟弟好一点不就成了吗 你妈我没磕待他们 没亏他们吃喝 许念念有些无奈 这还叫没磕待 啥才叫磕待呀 这要不是园主的妈 约等于她现在的妈 以她这抱脾气 还真想指着老太太的鼻子大骂 可惜 现实就是现实 没有如果 杨翠花现在就是她妈 妈 我看别人家都疼儿子 你怎么对弟弟他们就那么 剩下的话 许念念没说完 因为她实在不知道 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比较合适 最后实在想不到 挤出严厉两个稍微委婉的字 许念念这样问 杨翠花一脸得意 那是他们蠢 你妈就不一样了 思想比他们先进 那些个糟老婆子 都说女儿是赔钱货 儿子是宝贝哥的 我就不觉得 哎呀 这儿子以后结婚 不仅要给人家彩礼钱 还要分我们房子 以后这儿子娶了媳妇 还只听媳妇的 人家都说 娶了媳妇 忘了娘 女儿就不一样了呀 结婚不用爸妈准备房子 以后还能拿彩礼钱 你说说 谁才是赔钱货呀 许念念被她说得 一愣一愣的 嘿 这老太太 好像也说得没错 仔细分析 好像是这么个理 啊呸 不对 她咋就被洗脑了 这才一会儿功夫呢 这对儿女 怎么能用赔钱货来形容呢 难不成 这老太太这么宠她 就是因为 她不是赔钱货 很显然 那是不可能的 杨翠花 也就是嘴上那么一说 就她那爱女如命的性格 别说花点钱了 就是要了她的命 她也会毫不犹豫地 给出去 杨翠花和许念念 在堂屋里说话 声音也不知道收敛 主要是 她也不怕被儿子听到 所以 这一番对儿女看法的话 无论在屋外 帮忙劈柴的许志诚 还是在厨房里忙活的 许志强 都听到了 许多瑜也听到了 只是她现在还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许志强面无表情地做着菜 让许多瑜在一边玩 没真的让她帮忙 眼里看不出情绪 小小的少年 已经学会了隐忍 和喜怒不形于色 不过 许念念那番做梦的谎言 因为声音小 除了杨翠花 倒是谁也没有听见 没一会儿 许志强就做好饭菜 端出来了 所谓的饭 都是些粗的 不能再粗的粗粮了 米糠煮出来的粥 里面混了几颗青菜 跟着煮 菜 就是一碟儿 黑油油的咸菜帮子 米糠这玩意儿 就算在后世偏远的农村里 也没有人吃 那都是喂猪的 但这东西 在许家 却是主食 因为许家只有杨翠花 和许志安 这两个劳动力 许大伟是个跛脚 干不了活 总饭疼 家里又有五口人要吃饭 就两个人的公分 换来的粮食 无论如何 都是不够一家人吃的 所以 每年分粮食的时候 杨翠花 才会把高粱玉米 这些粗粮 换成更粗的米糠 因为米糠这东西 没有多少人家吃 所以 一斤高粱 或者玉米 能换五六斤米糠 然而 即便家里 已经穷成这样 杨翠花和许大伟 还是让许念念 每顿 都能吃上 好一些的粮食 比如现在 一家人 吃的都是米糠粥 只有许念念 面前的碗里 装的是白米粥 还能放进去 艺术 是白米粥 以单的食堂